为了恢复和促进韩中两国文化交流与合作 两国举行了韩中文化交流年开幕式 象征韩中两国友谊与和谐的风灯飞上了舞台 继韩国国乐管弦乐团进行的人气电视剧主题曲的演奏之后 中国传统乐器的旋律也开始响起 在明年韩中建交30周年之际 韩中文化交流年将成为文化创造新的交流与合作的转机 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长官黄熙表示 衷心希望韩中两国人民永远幸福 提议韩中两国重启文化同行 两国代表性的画家、小说家、体育明星和艺人等实名知名人士 将作为韩中文化交流年的宣传大使参加活动 韩中两国在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访韩之际 召开了人文交流促进委员会会议 就160种文化交流年推进事业达成了协议 与此同时 韩中高层媒体人士参加的论坛 也通过视频召开了会议 两国新闻媒体界人士在会上 就新闻媒体在新冠防疫合作中的作用 和通过韩中文化交流 恢复两国国民友情的方案 交换了意见